成功给用户签发了JsonWebToken 这个Token并不是一直会有效 比如它可能会过期 在使用Token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验证一下它的有效性 先去定一个模块 可以把它放在项目的Libs 这个目录的下面 名字是auth.jwt.js 里面先定一个接口的基础部分 API Base 最等值就是网站的地址 后面加上wp-json 再去定一个路由部分 名字可以是api-route-jwt-validate 它的值就是jwt-auth-ve-token-validate 这个接口可以去验证签发的Token的有效性 下面我们再去定一个验证用的函数 名字可以叫validate-token 这个函数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jwt 它应该是一个对象 这个jwt应该就是签发的那个Token数据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callback 它是一个函数 然后在这个validate-token的函数里面 我们去用一下wx-request 去请求验证Token 我们先去配置一下请求的地址 就是接口的基础部分 再加上接口的路由部分 method是请求用的方法 我们应该用post这个方法 然后再添加一个header 里面再去添加一条authorization 它的值是barrier 恐格加上jwt里面的token的值 成功以后会调用success 响应的是response 里面我们可以用一个switch 去检查一下response的status code 就是响应的那个状态码 如果这个状态码的值是200的话 就说明token是有效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return一个callback 带着true这个值 再添加一种情况 如果状态码的值等于403 就表示要验证的这个token无效 这样我们就可以return一个callback 带着false这个值 无论的情况我们可以去 在控制台上面输出response 在文件的最后 我们再用一个export 导出一个对象 然后把上面定义的这个validate token 放到里面去 下面我们可以再找一个地方 去用一下这个模块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创作页面上 先导入validate token importvalidate token from上一期目录的 上一期目录下面的libs 下面的auth jwt 然后在页面的on show 这个生命周期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去用一下validate token 把token数据交给这个方法 然后是一个回调 有一个result的参数 里面我们去判断一下 如果验证的结果是false的话 说明token无效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用一下 wxnavigate tool 去把用户带到一个新的位置上 这个位置呢就是pagesuserslogin 就是一个登录的页面 下面我们可以再去试一下 现在模拟器上面显示的是这个创作页面 因为现在用户呢是一个登录的状态 我们再打开用户的个人信息页面 退出登录 再回到这个创作页面 这个页面显示的时候呢 会去验证用户的token的有效性 验证失败以后 会去把用户带到这个登录的页面 这里我们可以再登录一下 然后再回到创作这个页面 现在呢会停留在这个页面上 因为现在用户的token是有效的